那这个决战时刻指的就是多空的决战时刻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市场的运行 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美我们分别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 中国现在经济和股市当下所处的一个位置 那中国经济在5月份的强刺激以后 股市上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终极反弹 赛道股很多的股票反弹的非常凌厉 那这一波的刺激其实是从4月底 4月底5月份开始的 5月份就全力央行财政地方政府全部开始刺激 你从刺激以后看到的不光是股市的终极反弹 其实从经济数据也能反映出来 整个房地产的变化 像6月房地产的销售是有回暖的 环比是有不错的回暖的 然后你从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可以看到 在6月份有一个回暖 所以也就带来了股市的一波反弹 走到现在其实这周大家已经感觉到 股市的反弹其实已经在走落 已经逐渐的在回落 当下可以说是隐忧再现 这个隐忧是什么造成的呢 其实就是刺激效应 现在这个刺激大家能感觉到 它越来越是一种应激性的刺激 什么意思呢 就不像过去那样那种刺激的周期很长 一旦强行针打下去以后 它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完整周期 比如说08年经济危机以后 0910包括15年以后 包括2020年3月份以后的疫情 它都能持续少则两三年 多则五六年 但现在的刺激你会感觉到周期越来越短 可能很强劲的强行针下去以后 经济稍微回转一段时间 也就两三个月 其实这个周期 中国经济的周期 尤其从去年下半年 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刺激了 大家可能都感受都不明显 其实就是在去年10月份 去年10月份其实是一个低点 你从房地产的投资 房地产的销售各方面 10月份当时是挺冰点的 然后到11月份以后 央行就把那些对房地产的束缚打开了 包括三道红线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其实都不提了 然后口吻改为了支持刚需 改善性需求 所以说从11月份 其实就有一波的刺激 我们从70个大宗城市 住宅价格走势变动 其实这个主要是看一个趋势变化 你会发现从11月以后 11 12月以后 这个房地产 它就开始有所回暖了 一直到其实到今年的3月份 就春节之后那一个月还可以 就11 12 12 34 然后到了12 3月 然后到了4月又开始回落 4月又开始 就是又不行了 因为疫情什么的 其实从黑色系 你也能看出来 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 基本就有一波很大的反弹 包括螺文钢 焦煤焦炭 铁矿石 其实它就代表的是 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周期行业 在去年11月份 有一个小的处地 然后到11 12 12 3月份 有5个月的一个回暖 其实如果不是疫情的扰动的话 就是3月份以后 全国的疫情再次蔓延的扰动的话 其实这一波的反弹的周期 或者经济的刺激周期 它至少应该持续到 就直接持续到今年6月份 或者7 8月份 就这个跨周期调节 其实当时是已经在做了 然后也有效果了 但是疫情把这个东西 人为给打断了 就疫情就是被打断掉了 打断掉以后 在4月份 经济又来到了一个冰点 然后5 6月份 又重启了刺激 但这次刺激 效果就更差了 因为是更是一种 应激性的一种刺激 就你不刺激的话 可能就是有这种灰犀牛 硬着陆的风险 所以说这次刺激 在这个黑色系上 它其实就是很短暂 它这个商品的涨幅 其实就是一小段 就是这一小段 其实就是股市上面 还反映的比较给力 就让股市的持续时间要长一点 但是商品的明显就是很弱了 很弱的一个反弹 之后就继续往下走了 好 那就是走到现在的 这个房地产的高频数据 又开始回落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是重中之重 我们说的就是地产不举 信用不宽 就如果房地产起不来的话 整个这个全社会的流动性 也出不来 就是效果不够理想 那整个到了7月的这个 2022年7月上半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销售面积是517万平米 这个比这个6月下半月 明显的回落 就是它这个高频数据显示 又回来了 它比这个2021年的7月上半月 同比下降还是43% 然后比这个6月上半月 这个也是下降了 关键是它在这个6月 整个6月其实是 就是有一个刺激复苏的效果 但是这个很短暂 不久就夭折了 所以7月上半月 继续又回落 又滑落到这个很低的一个数据 然后你从这个图一可以看出来 这个黄色的线 就是它这个高频数据 又回落到 就是这个次级前 就是6月份以前的 这种销售面积的这种成交量 就是同比下跌 基本是50%这个水平的 所以说7月下半月 8月大家就会有这种担忧 而且整个流动性的效果 也会比较差 所以说这也就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 走到现在 这个隐忧在线 那地产是重中之重 是周期之母 同时它也是信用扩张的核心的一个抵押物 就是地产不举 信用不宽 我们之前说疫情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关注地产 那有了疫情的话 疫情把它放到了第一位因素 但是其实疫情 也对地产本身有影响 对整个的经济数据都有影响 所以说走到现在 就是有一种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的感觉 就是说很多赛道股也好 成长股也好 它的这种成长 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的 就是说不一定说是周期板块多强 不一定说是地产金融 那种工程机械 那些行业有多繁荣多景气 但至少不能太拉垮 不能崩溃 或者是太拉垮太差了 你看就是在这个 就每一轮的这个成长股的牛市吧 它基本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周期环境 就不会太差的 那走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其实这周过去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银行板块啊 还有地产板块啊 都非常的弱 非常的疲弱 这个银行板块 还有地产的这个板块都非常弱 包括这个目前幸存一些民营地产商吧 就没有爆雷的啊 基本也都是股价都是大跌啊 这周这个碧桂园啊 甚至这个龙湖啊 这都是非常啊 就像尤其龙湖算是比较好的了啊 这个都是都是下跌啊 然后债券的债券价格呢 也是在这几天啊 啊 疯狂下跌 啊 就房地产企业这个 就是这个最近几天吧 这个美元债呢 继续下跌 这一轮的美元债下跌呢 它波及范围更广 就把之前的比较稳健的一些地产企业的 这个都给波及了啊 包括万科啊 这些的 所以说你就感觉到这种风雨雨来的这种感觉 再加上这个最近的停贷 就是停贷事件啊 愈演愈烈啊 所以说这个还有就是房地产企业在7月份啊 这个还债压力也很大 所以说房地产企业在7月份呢 可能面临新一轮的这种啊 这种爆雷 所以说走到现在呢 就是说这些成长股啊 包括新能源汽车啊 新能源啊 它的这种相 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啊 才能有表现 如果整个的这个宏观环境不太稳定 甚至有这个 有巨大的下行风险的时候啊 赛道股呢 它也被迫会回落的 也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皮质不存 毛浆烟腹 就赛道股呢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拖累 有再次呢 大幅回落的风险 那这一周呢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银行板块和房地产板块 在这个各地烂尾楼停贷事件的影响下呢 大幅走落 那我看很多的券商啊 包括银行啊 对这个烂尾楼的停贷呢 做了一些测算 这个测算呢 它很多都局限于这个银行的定量损失啊 就是这个银行会有多少坏账啊 那个银行有多少坏账啊 然后上市公司的银行还出来做了这个披露啊 说损失不大 很小 微乎其微 但其实这个事件呢 它的影响不在于这个定量的这个损失 而关键的在于房地产未来的销售的信心和预期的这种进一步的打击 大家知道现在本来这个居民购房这种动力啊 能力啊 包括信心就不足 那再加上这个自媒体啊 对这个停贷事件的这种啊 这种迅速的传播啊 直接导致很多的可能大叔大妈啊 你身边以前从来都不太关注这个事情 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人都知道了 都会都都看到了 那直接就会影响他们购买新房啊 购买期房的这种那这种信心会有会有很大的这种压力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深层次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